新北市屋萊的信賢里距離新店市區三十公里 开车需要大约四十分钟 不过这样的距离导致信賢里的铜庄瓦斯 比新店市区还要贵 在新店市区一桶二十公斤的瓦斯需要七百四十元 不过运来屋萊三区加上运费一桶七百七十元 两者相差三十元 经济部能源局为了缩小三地乡与台湾本岛平地地区 铜庄瓦斯平均零售价格差距 从去年开始针对三地乡铜庄瓦斯用户提供补助 不过很多人并不晓得 在三十公里外的新店市区一桶七百四十元 如果一个月一户九口人的家庭平均使用三桶二十公斤装瓦斯 一年十二个月下来需要两万六千六百四十元 不过乌萊区信賢里的居民要用瓦斯 一桶加上运费就要七百七十元 如果一个月九口人的家庭使用三桶二十公斤装瓦斯 一年下来就要两万七千七百二十元 比新店市区高出一千零八十元 对许多家庭来说已经是负担 为了缩短经济上的差距 经济部针对三十个三地乡的补助办法 以一般常见价用的二十公斤瓦斯铜 作为计算基准 以三地乡居民各家户人口数计算 每桶补助金额从三十七元至一百五十一元不等 例如以一个大家庭九个人口数 平均每个月需要用到三桶瓦斯 一年十二个月在每桶瓦斯 以最高补助一百五十一元来计算 那么每个家庭一年下来三十六桶的用量 就可以获得五千四百三十六元的补助 相较最多可以省下五千四百三十六元 不过还是有人认为对经济弱势的原住民族来说 依然是沉重的负担 除此之外申请办法也规定 申请时间则分别在每年五月及十一月 申请文件需自备户口名簿 或是户籍腾本及个人身份证 并搜集购买桶装瓦斯单据或发票 申请年限也需要在上年度十二月一号 至当年度四一月三十号为止 并置各乡镇事工所办理 但是这样的手续已经造成许多人的负担 居民住得太远 第二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因为发票不予收集 那因为一年你要民众收集那么多张发票 其实不太容易保存 对那再来就是因为补助金额太少 汉人会主动去跟瓦斯车 就是我们这边是小货车的瓦斯车送上来的 那汉人会直接去跟瓦斯车去收集那些发票 会去主动跟瓦斯行的人 那原住民他们不会主动去跟瓦斯行的人 乌莱区公所表示 来申请的居民到目前为止 有九成是非原住民族人口 原住民族申请状况并不理想 公所为了改善发票收集的状况 特别制作一个发票收集带 期待明年度办理申请的人数可以增多 记者 新北市无来采访报导